我也是一般 就是六年級生 然後在台灣這樣的環境長大 那突然你 我也是書裡面 或是我真的跟我自己這樣講 你說六年前那樣決定說 離開家鄉的那個決定 那真的是我這一輩子 第一個真正替自己想的決定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一個 一個 怎麼講 一個療程 是說 找尋你自己的過程 你相機裡面有一個鏡子 那一般來講 你從相機的外觀 你不會看到那個鏡子 那你怎麼樣記錄影像 是因為你那個線 另外一端的線是 透過這個鏡子 反射到那個底片這樣 那對我如果我們講 比較抽象一點 那我覺得是 當你每一次那個鏡片 在彈動的時候 等於是你是看到 你知道 鏡中的你自己 我覺得那個反省的過程 是 對我是很有意思的 那某種程度是說 呃 你在別人的身上看到了 某個部分的你自己 是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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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